多謝王俊梓ен直接 alive OK 我想大家都有點累了 星期六早上來去聽的講座 我覺得很有心 因為真的以來有一些身在新界的古典 首先我就介紹自己 我是袁明輝本大學的教學學院副院長 是很有興趣去推展家庭教育的 我想很多在座的同工 包括有家長 也有前線的校長 還有老師 我希望可以有一個交流 看看怎樣可以同心和攜手 去搞好香港的家庭教育 因為我自己覺得 其實香港很多人搞了問題 但是我們很努力去做 但是其中一環 我想我們未來做得足夠 就是說家長 我們其實都要幫助去支持 因為學得好一些 所以今天我特別跟我的拍檔 我們的同事阿Bunbo一層 他跟大家去有一個訊息的分享 就是說究竟學校 是怎樣可以跟家長 一起去幫家長去學好一些 因為很多時候講家校合作 只是講學家長和學校 怎樣幫助學生更好一些 但是忘了一件事 家長都需要學的 所以我今天想有一個新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其實家長學得好一些 學生都會學得好一些 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天的名牌 所以我想我們講一講 今天的整個生患能 有一個特點 你看到我們是整個團隊 整個團隊 那團隊其實是來自不同的界別 不同的角色 我和阿Dolico 其實是從一個學者 一個研究去出發 希望可以幫到家長教育方面 有一些理論 或者有一些實踐的研究 另一方面 我們知道 家長教育 不可以只是香港大學 或者研究員去做 其實需要前線的學校去做 我們特別會邀請兩位校長 分別是斯加坡 Edmond 和香港 Gloria 兩位校長 從校長 從學校的管理方面 看一看 其實怎樣去推行家長教育 他們的心得 他們的經驗 遇到的難處 或者挑戰是怎樣呢 那現在在座 有一些其他學校的同工 可能可以借借 其實呢 我相信不是一番工信 一定有一些故事 我覺得這個經驗的分享 是很寶貴的 另一方面 除了校長之外 我們都知道 校董會都很重要的 因為校董的支持 其實是一個方向性的指導 所以我們今天很開心 就找到 是德遜的校董會 德遜中學校董會的主席 那個Manager 是Eric Chan 幫我們分享 從校董的角度 怎麼看家長教育的推行呢 當然了 我們除了一個方向性方面 我們都需要 前線的老師的配合 所以我們今天都有 Tenry 她作為School Parent Education 的Coordinator 那個統籌 那個老師 還有Cristina Cristina是幫忙 落手落腳 是幫忙去進行 加進教育的 她的經驗是怎樣呢 前線方面 又遇到什麼困難 遇到什麼挑戰 還有我想分享的是 遇到什麼得出 因為很多時候不只是困難 其實一個歡樂 或者一個滿足感 都是很大的 希望可以給大家 有一個平衡的意見 而最後來 我想今天很多時候 講家準教育 只是我們在外面去講 不行的 其實我們為什麼今天 這麼大群人呢 我特別和兩位 學校的領導 就說 一定要加入家準 因為家準是一個 其中很重要的前分者 她們的角度 她們是本體家準教育 所以今天很開心 剛才就是 Catherine 是德遜中學的 家教會主席 幫我們搜 從她們的德遜中學 我們怎麼看呢 亦都是 Lilia 是一個小學 救恩學校的家長 她們怎麼看家準教育呢 我希望 從一個多角度的出發 和不同人的不同的經驗 分享 讓大家知道 其實家準教育 不是學校的 亦都不只是家長的 亦都不只是DDP的 亦都不只是香港大學的 其實是一個協作來的 我希望 第一樣 我給大家一個訊息 就是說 是一個community 一個team來的 第二樣 我想和大家有一個 剛才都說過 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這個訊息 很多時候 我們就算去其他的 家準教育課程 都會特別強調的 我很短地說 就是說 其實最主要的premise 整個forum 就是說 如果我們真的想去 幫我們的小朋友 幫我們的學生 學得好些 不單止叫他們去補習社 不單止叫他們去補習社 不單止叫他們去學武道班 學很多很多其他東西 這個呢 其實 你覺得這個就是他最好 但我們覺得不是的 你要再想一想 其實 家長 如果學好些 他要怎樣教育他的子女呢 是更加事半功倍的 事半功倍的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 你明白 我們就覺得是對的 然後我們把社會一些 可能從其他forum 各方面一些 去哪裏補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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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書給個小朋友 是不是真的最好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反思一下 其實 最主要就是 學校是有一個role 是幫家長 去做一個更加好的家長 但當然 這個更加好的家長 是需要大家去negotiate 去談的 價值那方面 是很重要的 不只是給幾多補習官 幾多資源 小朋友眼睛會說亮的 家長有什麼價值 其實他們是很明白 很學俗的 希望大家要反思一下 究竟 是不是可以兩方面呢 學校和家長 是一個所謂learning partners 這個partners呢 這個learning partners 不單止是student learning 學生方面的學習 更加重要的是 parental learning 是要幫家長 都可以去學習 學的不單止是技巧 一些家長普通話 怎樣跟子女相處 或者各方面 是去一個深層次的 想一想 自己作為家長 應該怎樣去教育的子女 無論是道德上 或者是知識上 或者是情感上 各方面的 我希望大家有一個反思 就是說 我們這一次 不會只是給一些tricks skills 你會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我希望大家 有一個reflection 有一個反思 其實學校和家長的關係 是有什麼呢 家長的學習 就是怎樣可以幫到手 是不是就是靠自己 可以的呢 雖然家長是adom 但是 雖然需要有一些 學校 或者教育部 或者政府 一起去聯手幫忙 我希望大家去反思 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 有一件很有趣的 就是我覺得 你也是長大了 成年人 你可以積穩 所以家長的課程 自己加入 各方面 但是很多時候 我覺得 不是每個家長 都有這個資源 也不是每個家長 都有這個主動 所以我希望大家會明白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作為家長的話 我覺得要看自己 作為一個學習者 這是我很相信的 學習不單止說 學一些skills 第一件事就是 你有沒有覺察到 是有沒有需要去學 不是學一些 很簡單的技巧 或者一些知識 或者IT 有沒有個需要去學 跟小朋友 跟時代 去與時並進呢 第二 怎樣可以學到 成為一個更好 更優秀的家長呢 第三件事就是 其實怎樣學才最好呢 這個我們可以有一點分享 其實都要想一下 因為今天是比較困難的 我們是用一個科學 有時候我覺得 這樣的課程 未必是最收效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再討論 學校方面 學校方面 我們跟很多校長 各方面聊得很好 因為他們其實很receptive 今天有兩間學校 都是分享 其實學校都是願意 跟家長一起做 我是說 學校 學校 每個人的學校 需要怎樣幫家長 學得好些 有時候我覺得 這個真是很坦白 有時候學校 經常覺得 尤其是直支學校 經常覺得 家長 就好像一個監察者 也很多時候 很多意見 給家一學校 但我有時候 想 都不是人 其實兩方面 都是一個partner 也就是一個learning partner 如果大家可以做得好些 溝通好些 其實如果要教育 孩子 我相信 那個school effectiveness 是比較好的 有時候那些家長 就聽很多其他 就是peers 很難 其實未必是最好的 對自己有少許 朋友 所以我希望大家 可以多一些 想法 而最後 就是 學校 或者是 政府 如何支持 家長的 學習 不單止是教育 我想說 現在講教育 很多時候是學習 你怎麼學呢 其實學 包括我們自己 雖然說有個博士 其實都是不斷不斷的學習 家長一樣 你都是說 不斷的學習 學生 會不同 子女的成長 不同 學校都不同 希望大家有一個 這樣的想法 就是說 不是說 我以前是這樣做小朋友的 爸爸媽媽怎麼教我 或者一些peers 每個人都說 要去什麼文化補習班 那就是最好的 我相信 我希望 在座的嘉賓 或者其他的同工 可以多些分享 你們的經驗 從而我們可以 有一個 更加好的理念 我將我的時間交給 Dr.Cole 我們再分享 其他的方面 大家好 利用 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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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說關於家長的學習 我們在這方面 是有什麼新的企劃 我想問一下有多少人聽過 Surface Learning和Deep Learning呢 我的唐師 但沒有 Surface Learning和Deep Learning 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我首先和你們說 Surface Learning是什麼呢 Rock Learning Model Answers 就是我們中文說的是死背 為了考試 是背了Model Answers 是應付考試 Surface Learning And what is Deep Learning? Deep Learning is something that You try to look for meaning You try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s You try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s So it's further than surface learning 在过程中有可能的研究 而以好方法的研究 跟三个研究价值的研究 和三个研究价值的研究 这研究的研究在香港 童反而 vin 这些是6 conceptions of parental learning of Hong Kong parents for the moment later on I hope we can do it in Singapore and see if we have the same outcome I think it is not so complex right if you like you can first take a photo of it and we can discuss it further so as recalling parental experience and we can record 这个是很正常的 有很多时间发生的 你如果是在解决你的 你和你的孩子的关系 你很容易 你会找回 或者你会想回 之前我父母是怎样救我的 或者隔壁的人是怎样做的 那 acquiring problem solving system 这个是很经常发生的 那时候我们上网可以看 或者是和隔壁聊一下 那 那些learning呢 就会比较 有一个threshold concept in here so this awareness of parent-to-art system 那些是一个 control the child的 behavior 去到看整个system 这个是一个好 代表的 the threshold conception and then of course we begin to be open to other understanding of parenting most special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child himself very often yeah we impose our own views of parenting or what we expect of the child and then of course the deepest form of learning is a change of person this is not only myself because our predecessor Fernance Martin also discovered this change of person in academic learning although in academic learning it doesn't happen too often but in parental learning it happens almost all the time okay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is is that it is hierarchical the deeper you go the more first of all the deeper you go the more sophisticated the conceptions of parental learning and the more the more and it includes more of the previous conceptions so to continue the surface learning approach and the deep learning approach has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now obdain information 就像今天 我會寫 transmission 這個我們 很經常做的 是parental learning 你會聽到 很多學校 你會跟校長聊天 或者跟家長聊天 就請一個所謂的專家 來學校 就跟二三百個家長說 這個就像大學的 好像在今天那樣的 session 就是一個transmission 這個passive learning 你坐在那邊 可能八成的事情 你已經聽過了 但是 我們不是這樣 沒有用的 這個也是有用的 有用的 那 heep learning 當然就是 understanding 和明明 在surface learning 很多時候 我們就看看 有沒有票 可以拿回 立刻在家裡 用一下 行不行 然後 然後 focus 看看有什麼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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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其他人的同学 但它是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的 是有一个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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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它是很难以为 是有一个系统的 在一个系统的 在一个系统的 的系统的系统 是有一个系统的 但是, 在这边就会比较developmental 所以, 和学家一起成长 那, 最主要的 就是那个 strategies Leap learning strategy 通常都是在讲反省 自我反省 但是, 这个反省 就是反省你自己做 parent 是怎样 听上来好像很简单 反省有什么特别呢 但是, 我发觉到 原来, 在香港 都很少人做反省 我们是看Modern 我们看到WhatsApp 也看到我们家长 都常常在WhatsApp iPhone 有什么时间去反省 不止是这样 反省 可能很多人都不懂 尤其是说 Parental 所以, 在你自己身上 反省的做家 就是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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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 我们要继续 澳大培 可能会想尤其他的 不可能会有些 可能会想尤其他 但非要有些 找到你的 因为我们都在学习 看 我只是多读 有些人 但是, 我们都买到了 所以, 越来 нач了 嗯 如果有些人 如果有些人 都可以 打到 with a lot of heart in parental education. Well, the parents, I guess they坐下, 有一次我們去Oppsala, they present this study that時, 是給一班學生的, 其實他們坐在那邊已經開始想, 我是哪個環子,我是不是這個呢, 我是不是那個呢, 好像我多些人在學習, 我應該說,我OK的了, 或者,我這麼多 surface learning, 原來我的小朋友夠不聽話的, 所以,可能你們都開始想, 我是哪個位呢,我是哪裏呢, 其實都不是這麼深的, 每樣都會有,都會有一點點的, 但是呢,當然我們是要找, 那個平衡在哪裏, 再不是說,哎呀,糟了, 我是 surface learning, 那我就不行了, 我就多些請教, 我看,這個parenting是怎樣做的, 不是的, 兩個,我們全部都是需要的, 但是我們要玩那個平衡, 然後,你都可能開始想,哎呀,我是不是有 deep learning啊, 或者我是不是有用關我的 critical reflection呢, 我知不知道有什麼什麼, 就是一個 systemic approach, 你知道嗎? 然後, and then of course to educators, school leaders, parent education practitioners what does it mean to them? well I guess for us as educators we always would like our students to have more critical thinking right? we want them to have more multiple perspectives we want them to be independent learners well this is very much in line with perhaps we should help all parents to have more critical reflection to focus more on relationship building to look not for quick fix but also for enduring solutions of course here the basic premise is in order to help our students learn better we need to help their parents learn better we really need to help parents to become primary educators or do we believe that they are primary educators I think that is a very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if we think they are not primary educators of the children perhaps well there is no foundation for our talk today okay well coming from a catholic perspective I do some research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vatica and all that it is very clear in the for catholic schools we have to assist parents to become primary educators I think this is also the same for many of our brother christian schools probably most of you are around yeah and you also would also think yes yes of course we have assumed that parents are primary educators and we are only helping the parents now of course it's not limited well if you don't have a religion then perhaps even in the common the famous common report of 1966 it's still the most coded and it's also where arectal involvement started arectal involvement research started from this document which is composed of tons and tons of tables and comparisons looking at the variables whether the school has more influence or the home has more influence or what are the in the school what are the factors that has more influence actually we came to one conclusion that the school has very little influence it's the home that has more influence and this is free from any religious belief okay so yeah it's for us to for educators start affecting this issue issue and finally from research we also found that the school or many many researchers in hong kong and abroad has always pointed out that the school is actually an ideal venue for deep and reflexive learning why is that the school and he he hong kong what an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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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 fundamental luz comprehensive alright in the child's free there if it's primary school Six years the secondary school keeps another six years and they go all the way it's 12 years right and when the development child you can also see the development according because the parent develops a child or the parent, is a child, should actually grow with the child, should develop with the child. So finally, well of course, for the government, supporting policies will be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Additional resources and training expertise to support schools. In the effort of doing instruction. Then for all of us, it is important to work together. 那是原因為什麼我們有多出趣的人 現在カ认到了您的觀察 because it's not just the school principal alone it's not just the government alone or it's the academics the complexity of parental education and parental learning is that you need to put all these different elements together it's like a wheel that has to go and you have the different cogs and the different elements that go with it so at this point then I will have to pass it on to Singapore who will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the Singaporean experience thank you so much for listening